花莲一所国小周一发现养在生态园内的乌龟 遭人恶意的虐死 警察校内监视器 赫然发现是不明人士侵入校园所做的行为 警方警察是一名未成年的少年的行为 而少年跟警方表示 他这么做是为了引起家长的注意 而事后也相当的后悔 警方将依违反动保法 以及毁损罪名含送递检侦办 原本是遭人去养的乌龟 因为学校的照顾 自在地在生态池当中生活 不过学校就发现 三只乌龟不晓得为什么死了一只 这是上个星期六 一名校外民众进入学校做出的行为 这个人抓了其中一只乌龟 一直做虐待动作 然后就离开学校 星期一上课 学校发现乌龟已经死了 小朋友就发现 乌龟怎么会漂浮在水面上 然后小朋友就发现这个异样 就来跟我讲 乌龟好像死掉了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看到我们乌龟就是在水面上 就是很悠游的自在的在那边 然后我过来一跳 哇真的有问题 因为整个龟壳都已经破裂了 所以我就赶快请我们的工友先生 赶快做后续的处理 但是这个我们在常理的判断 这乌龟不是自然死亡 所以我马上就请我们同仁调阅相关的监视器 所以我们才发现原来是在上个礼拜六的下午 有一位男子到学校里面来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虐待乌龟的一个动作 那小朋友知道之后都非常非常的伤心 也非常难过 甚至有一点愤怒 学校担心这种行为会影响到校园安全 赶紧把影片提供给警方 并且正式报案 警方在晚间也传唤了一名未成年的少年 道案说明 这个少年坦诚 犯错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得到家长的关注 据警方了解 那该名嫌犯 因为家庭状况一些问题 为了引起家长的注意 一时好奇 一时开心 才去 才去念死这次应酷 小朋友将一规定 盘起遇动保法跟回捕网 回捕罪人 盘起遇绝续就大了 虽然少年事后反悔了 不过这样的行为对自己 对家人 对学校师生都造成了伤害 不但如此 他还必须面对违反动保法 还有损毁的寒送调查 介统会新闻相报导